这个事情不是你们脑子里现在想象中的那样 这是一个正经的东西 有点反光 他刚才有点反光 所以说你看我穿了个外套 这个东西很日本 这个第一个日本是形容词 但这个东西确实日本 第二个日本是名词 日本制造 1000多 就是这么一个 怎么玩 交给你们 他是这样在皮肤上滚 然后实际上这时候两个球就可以把这个皮肤 有捏起来的这种感觉 好理解 他首先他这种运动 然后他朝里边走的时候 这两个东西朝里滚 然后就会把这个皮肤有这种捏起来的感觉 相当于 不停的这么捏 但是 外表看起来发行的不错 而且这个东西 惯性非常好 非常的指尖陀螺 你看可以赚很长时间 上面有开窗 据说他玩的时候还有微弱的电流 单看做工来说 真的是非常不错 上面有这种非常珠宝的感觉 然后怎么拆 这个东西可以拔下来 我之前拆了一下 他现在结果就没有这个锁定的功能了 是因为他这边有个塑料片 你看这边已经没有了 他靠这两个塑料片锁着这个东西 结果大力出奇迹把这个塑料片搞断了 也是无奈之举 这个东西外壳感觉挺金属 但是内部还有塑料 反正我也不打算用 所以对吧 它确实是塑料的 不过它镀的这层东西感觉非常厚实 然后剩下这个了 我再给图新表演一遍 它是如何下来的 右边 就这样 哎呀 需要左右晃动一下 需要左右晃动一下 这边还好 这边还好 这边两个塑料卡片还在 然后上面有两个卡簧 里边应该有个轴承吧 并没有啊 就纯靠它 然后小垫子 这边还有序列号 看起来非常正规 反正也没打算用是吧 所以说看起来就比较随性了 然后理论就可以打开了 哦哦果然很理论啊 哦里边有四颗螺丝 OK打开打开 有个太阳能板 有个太阳能板 哦看起来里边的电动 像进体它的设计理念不得而知啊 然后太阳能板的正极 接到这上面去了 负极接到两端上去了 但是两端它也不会通电呀 哥们们 理论上这个位置和这个条件 是没有接触的呀 所以说它这 然后咱测量一下这个蛋啊 这个蛋的表面确实是导电的 然后这个蛋和中间这个位置 也就是太阳能板的负极 它好像就是不导电啊 这个正极还好理解啊 它有层电镀层 然后它通过这个弹簧嘛 但是它这个负极到底是玩啥呢 目前我真没明白 然后测一下这个太阳能板电压 它确实可以工作啊 现在目前是1.9伏的电压 可能阳光再明媚一点 应该会更高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太阳能板 后边还有品牌 虽然没见过 但是我感觉这应该是个名牌吧 1000多啊 哥们们1000多 这东西做工确实没得说啊 用料和细节都是非常的猛啊 而且模具也猛 肯定是用现在做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刚才剪视频的时候 突然间明白过来了 它可能是这个东西会导电 对就是这个轴上面黑色的这个东西 也唯有它导电才有效果 测一下测一下 它果然是这个东西是导电的 刚才用的是封鸣档 所以说它测的时候没有响 如果用这个欧姆档 是有电程通过的 有效果有效果有效果 它是导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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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多是导电的 就这样吧 那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